计划第三年也是成果年 今天来到石门的出房口农场来野放 而农场也为了富裕将环境保持友善无督 期待将来除了原生鱼的富裕越来越多 还可以让农场成为一个生态教育的场地 World富裕即将消失的台湾原生鱼 有一群教师自主原生鱼富裕政策联盟 而这群教师参与了青枪鱼的富裕三年计划 今年是第三年 今天教师们也带着青枪鱼苗 要来放到石门山区的水梯田里 希望这些原生鱼类可以在越来越多的地方生存下来 今天我们主要来的都是青枪鱼富裕伙伴学校的 所以我们今天来帮忙整理池子 那接下来我们就会 下午我们就会把青枪鱼各校富裕出来的一些青枪鱼 拿到这边来放 那这是一个原生青枪鱼的一个富裕的计划 那这个计划做了三年 那有几个负责的学校 然后他们也都富裕蛮多的青枪鱼的 那今天是把这个富裕的东西 有一些回归到大自然里面去 这也刚好是蛮自然的一个环境 然后也是在做有机耕种的有机田 那这也刚好蛮适合他们期许的 在放鱼苗之前这群教师们各个身着青蛙庄来到水梯田中将环境整理 日前更是为了让生态更适合原生鱼生存 还种植了许多的水草 而今天终于环境生态都到位 在新北市环境教育辅导团的见证之下 一袋袋的青蛙鱼放进水梯田当中 鱼苗自在的在大自然里游游 因为这个场域是 当初是由中成瑞原生鱼协会的理事长 来跟我接洽 然后说要做原生鱼的富裕 我把长域提供出来 然后他拿鱼来这边放 然后青蛙鱼的话 在许多学校有去做合作 然后富裕 然后他现在在学校里面的话 鱼已经富裕成功 他现在这边算是他们的一个野放的一个投放地就对 然后一方面的话 我们在这个汽地里面 去种植了一些很多种的一个 那个原生的植物 水生植物 就是把长域提供出来 然后以后也可以当成教学用地 又让原生鱼富裕 光靠教师们组策略联盟还不够 还需要支持计划的后盾 让原生鱼有更多的环境来富裕 为此石门出黄口农场 友善无独的农作种植 再将休耕的梯田改造 放水营造最原始的自然生态 让原生鱼在友善环境下生存 为社区失去的生态 一一评凑完整 记者料品函 石门采访报道